昨天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六版相比较此前的版本的最新版本 诊疗方案在传播途径、临床表现、诊断标准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更新 在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上 除了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外 试行第六版诊疗方案增加了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 另外,试行第六版诊疗方案的诊断标准取消了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的区别 统一分为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两类 确诊病例必须满足核酸检测阳性或基因测序高度同源的证据之一 试行第六版诊疗方案在治疗方面增加了康复者血浆治疗 建议适用于病情进展较快、重型和微重型患者 增加了出院后注意事项 患者出院后因恢复期机体免疫功能低下 有感染其他病原体风险 建议应继续进行14天自我健康状况监测 新方案在中医药治疗方面 增加了适用于重型、微重型的中程药的具体用法 各地可根据病情、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 参照推荐的方案进行辩证论治 缀税度是重型出来 112到 blanket 练为重型的证据